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樂就說這有死啦 快迴避 或者有名聲賽會要啦 我小時候就聽到這音樂說 是不是有你娘的路呢 腳踏車就會牽著 趕快去找那個音樂在哪裡 哪裡出來了 有7、8K的感覺會很開心 所以每個人對這個音樂 我覺得他的既定印象會不一樣 爸爸因為從小在廟邊長大 所以他很喜歡廟會的文化 所以從小就會帶著我 跟著他去看廟會 小時候就覺得 北館的音樂就覺得很好聽 一般傳統的業餘宣測的老師 他會演奏 他的功夫也很好 要教學生 他們有時候講不出一個樂理來 他只會說 啊就是這樣啊 這樣對我本就對了 不然是打的 就這樣打你就對我打 他講不出一套教學的模式 大家都這麼有興趣 何不找一個比較專業的老師來教我們 那個就是我們現在的 台北莫居然的團長林詠智老師 當兵退伍的第二天 我記得喔 我記得非常清楚 一醒來 詠智老師就打嗝我 他就說 啊想好 現在在訪了 說阿不來 跟老師來去做報題 有沒有 然後 隔天就跟老師去三職 那時候布袋希同在三職 前幾年 在跟詠智老師又討論到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詠智老師並不知道有退伍 他只是剛好想說 阿不得那一團有欠了 不然 咬問啊 先看看他 有興趣 所以一直我到現在都明明之中 我會認為是心靈的 我要吃這條狗 這要有吃在韓飯 啊不然怎麼有這麼多好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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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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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 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這個工作 其實那時候我們還會看 這個神將很漂亮 這又結合到工藝面 這個旗子秀得很漂亮 所以我為什麼做這個工作 我做得很開心 我賺了錢我會去買工藝筆 這全都是一個想 不是,他只是對像 對像 對像 馬哥,你看他要怎麼用 我幫我問他要... 如果這個可以了,就好了 可以嗎? 要拔得甜 笑臉子笑 笑 笑 你為什麼不要講那種遊戲 Oh my goodness 笑 劇團的工作跟外面的工作不一樣 劇團的工作像 團長啊大家 相處起來其實像家人 不像一般的同事 所以其實中間 也有好幾次是想放棄 一方面是責任 一方面是不捨 跟其他團員的一份情感 大家跟勇志老師 跟琼琪老師 跟其他的團員相處起來 其實大家是像家人 不像一般的工作團員 一般工作的同事 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藝術 有什麼我們去外國表演的時候 外國人看到我們的藝術 都覺得我們這個藝術很好 但是有什麼有時候 在我們台灣表演 我們台灣人電腦會覺得 這個也沒什麼 就是...其實我們有一點 重陽啦 我們說這幾個金廟起身 這個藝術 芯菜在廟邊看就有了 沒有什麼藝術的 所以... 我覺得其實布袋戲的藝術 是很能代表台灣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 布袋戲的表演 說...在台灣 可以像以前一樣 大家說... 上班下班就是要看你 看蘇淫文什麼 我是覺得這樣子 是我比較樂見 我會覺得... 一路走來 我感覺... 咖以百貫的人越來越多 我周遭的朋友嘛 周遭的朋友 也很多 本來... 聽到北館就會覺得 這個好吵 這在幹嘛 然後漸漸的會買票 看我們布袋戲的演出 或者... 繞進的時候會... 帶個飲料啊 涼水來探班啊 然後順便跟我們走一小段 所以...其實... 我覺得... 經濟的進步 心靈層面的進步也很重要 所以... 期望... 台灣的每一位... 居民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個... 文化的記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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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